全国连锁超市全联福利中心打折商品应有尽有价格实惠 成为了很多民众购买日常用品的选择店家 不过花里有许多地方连便利超商都没有 现在业者推出了行动超市走入偏乡 清明驾行就来到了万荣、封冰、水莲等地方 让不少民众很开心的说真的方便多了 一早全联的行动超市就来到寿风乡水莲社区 让很多长辈们相当开心 因为在这里就可以买到平常比较难买到的生活物品 不然就是要开车或搭车前往花莲市区 一趟来回就要两个小时相当不方便 没有小孩子没有有了 只有我一个 如果真的要去买是不是要去花莲市 对 要多远 我也要去85块的钱票 还要坐公车去买就对了 要坐很久 如果你要去买花莲市才买一趟 大概要多保存家 来回喔 至少两个小时跑不掉啊 我觉得对老人家真的很方便 尤其是他们是定时定点 真的很方便 上面有哪些东西就觉得其实帮助很大的 哪些是 我觉得生鲜耶 像肉类这些就是真的是很必备 生鲜蔬食 然后像它有一些牛奶 我觉得对老人家是真的很方便 非常方便 业者表示行动超市以生活必须品为主 品项有200多种 生鲜水果 冷冻冷藏肉品都有 从4月1号开始前往花莲偏乡地区 想不到短短几天就受到热烈回响 花莲偏乡有许多地方连便利超商都没有 如今业者推出了行动超市走入偏乡 这也让不少居民相当开心的说 真的方便很多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